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精神为关锁使命 1920年代 台湾的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大陆辛亥革命 以及世界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体认到台湾人民不能永远沦为被剥夺参政权的被殖民者 决心以非武装的方式来对抗外来殖民者的政治前置与知识封锁 因此 在1921年 林献堂 蒋魏水等先贤 在近兄女中号召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透过各地知识 发行汇报 举办文化演讲 设置读报社 表演话剧 播放影片等 掀起台湾新文化运动风潮 文协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对台湾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 农民以及劳工受其启蒙 逐渐决醒 1926年 简集组织台湾农民组合 会员曾高达24000余人 他们向殖民政府展开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运动 抗争在买卖制度上的不公益 1927年 蒋魏水成立台湾民众党 四年 在其外围组织台湾公游总联盟成立 共有29个团体参加 是当时最有规模的劳工团体 团结劳工阶层向政府争取生存权益 而文协发行的台湾民报与日本当局官方所发行的日志新报互相抗衡 成为当时台湾人唯一言论机关 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 1924年 张罗军在台湾民报发表糟糕的文学界 引发新旧文学论战 随着新文化运动浪潮 在一波波的辩证中 属于台湾的新文学也逐渐启动 后续催生了关怀乡土及底层社会的台湾乡土文学 而相对于旧剧而来的新剧运动 也以怀抱着要破除封建 改革社会等先进思想而来 文学成员也在各地成立新剧团 演出充满改革思想的文化剧 企图透过戏剧来凝聚民族共识 为人民带来新时代精神 留学了证明 主要出现点 亦对统加热 在创建坡中 入聚会 假设不能提高 是否就顾客 通知 这是一种 海拔出充满 领域 能跟脸色 无非 创建坡 有 新的 通知 被 教练 成全 可以進行的發行小職交融化的工具呢 也有現場的體驗就讓他們回來 我們之後 幫助我們這裡 藉口幫忙 幫助我們幫助我們 讓我們聽到這些人的心理 也要幫助我們深厚 也是一個轉向的小小聽力 我們要看 學長的心趣會和小力 現在可以接受到 一整个市场活跃 在台湾边 他们希望用的兴趣 新美国城市 来取代这男性 在二十年代经历长的年代 台湾对近代学生 要遭遇到自己的挫折 就是对政府 以及因为政府 对主义势力的一个表制 这个的影响 让整领和政府原本 带上的台湾全岗各地 国家的产权 让很冷的学生耐力 就是迅速的小成效 所以实际上会看到 在二九三年代之后 这种新知识分子组成 也不谈提 以上的兴趣的热门地 也说到只剩下有些人 这种方法 所以在三十年代 你们看到一个想象 是说 神典国悦在 二十年代 国悦到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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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巨人 到了三十年代 他们 在巨人 到街口 发表会员,或者是特别的,我们的关于国外的信息思想,但是在实际的所谓上,其实是我们会来相招的一个组织的一样。 我们心肺运动会是分析的心肺运动能力,我们会做的,我们是交流业务者。 我们在这一部戏里面,在这一部戏里面,上一代的游戏,宝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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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部戏就在他的舞台表现上,他善用了许多能俗的能复,包括人间的性能,包括婚礼,或者相遇的这些细织,都非常现实地呈现在。 这部戏里面的接触性,他在视觉上,在听觉上,都非常丰富,而且心灵的表现力。 根据这样的一个戏剧,他的故事,情节,跟他呈现出来的一些形式,得到强妙的能力。 让你们看到,心肺作为一个艺术,他的一个传织的能力。 这些东西,同样被揭露开来的时候,他就请求了自己对自己文化的认定,然后带来自信。 我觉得他站得到我们的那种历史国家的日程,带来的经历,对那种的认识。 1920年代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为台湾重要文化觉醒年代,开展了台湾史上思想最为奔放,现代性启蒙的新文化思潮年代。 公民记者刘乔文台北报道。